铺 NFK 以上 财富管理并不是简单地 买基金就要做得好 这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学问 全新的升级板财富管理工作方 的网上课程 可以让学校在课程中 学习到一些必要的技巧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课程内容 导航给大家看看 到底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呢? 课程内容我们主要包括了五个 首先是认识财务自由 如何聚织财富 还有做好风险管理 这是很重要的 还有如何处理财富增值的技巧 从而我们可以规划退休生活 财富管理的目标其实可以有很多个 我们这里简单列了七个 譬如确定了投资的目的是想怎样 可以读大学 可以退休 可以结婚等 然后每月投入的根据是多少 选择合适风险的投资组合 然后估算回报率大概多少 到底五万还是十万 不像很多人预计三十五十那样 因为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在里面研究 然后计算达到目标的年数大概是多久 再定期评估实现目标的可能性 我们现在每个星期会在PATREON上 更新我们投资组合的改变等等 其实每个人都有可能不同的需要 比如说有些人一季去评计一次 看看目标达到多少 又或者要修正多少等等 最后当然我们要做好一些危机的处理 学习FIRE 即是所谓的财务自由策略 我们其实有很多 其实我们最简单分了有四类 到底里面的策略有什么比较呢? 我们第一行三十五岁时的投资组合 假设这样总共分了 用港币计算八百万到一百万 到底在财务自由的概念里面 又是代表了什么呢? 我相信这里也很简单的有一个介绍 到底现在的年轻人 可能很早希望达到财务自由 那你会不会在所谓的 关键达到边缘性去做 那会不会是早达到 但原来可能自己又要做兼职的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需要 和不同的处理 也有很多不同的概念 不过就像大家所说的 财务自由一说出来就会自动升了呢? 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 财务自由最重要的核心精神 或者概念就是 我们要把我们的资产 手上有的资产的投资收益 所制造成的投资收益 比我们的生活支出多 已经可以叫做财务自由 通常我们会计算 当你已经达到每年预计有三个百分比的支出 在你的本金里取出三个百分比 你可以让自己33年不需要工作 这就是简单计算的财务自由 我们有些公式在里面 就在课堂上去教读大家 财富管理其实是可以很简单的 我刚才一开始就说 不只是买基金这么简单的 你要计算目标 我们是要投资增值 承受到什么风险的程度 然后选择这些工具是否用ETF 还是股票 还是其他的组成部分 考虑我们的投资循环在哪里 然后每个月的供款 或者不定期的有一些钱 撥进财富管理里面 然后我们定期再做一些投资的评合 去看看我们到底和我们预计 退休、财务自由等 我们也要有一个目标 以及到底达到的程度是怎样的呢? 我们也可以在财富管理里面 是一些主要的内容 投资有什么风险呢? 我这里简单列了八个 其实你要我写一百个也可以 但有些不是很重要的 到底每一次买入一个投资工具的时候 大家到底有考虑到这里有多少呢? 按一个按键的时候 是否只是第一个股票风险呢? 会不会有利率风险也受到呢? 买日本的股票的时候 虽然用美金交换 就是买 是不是也有货币风险在里面呢? 买了那个投资工具 会不会有一些信贷风险在里面呢? 买三倍SQQQ 那个杠杆的风险 又会对我们投资有什么影响呢? 现在的通胀到了3%、5% 到底又对我们的投资 选择工具 还有避开什么 又有什么考虑呢? 流动性等各样的集中投资 这些其实都是一些 我们不会经常看得到的 风险来的 到底有什么学问在里面呢? 我们也会教到的 投资的目标 风险、回报 因人而异 越年轻的人 可以把全部的钱全部进入去比特币 这些是大家要求的不同 对一个准备退休的人 全部进入去比特币就准备听 其他人不用退休了 我们需要做一些规律 一些纪律出来 到底我们有什么要符合 风险回报是怎么样的? 选择适当的工具 刚才我说的很极端 做一个定期 或者做比特币都是两个不同的极端 你看看自己做之前 知不知道有什么后果 就是这么简单 配合不同的投资模式 可以用很多投资的策略 有些巴贝 又有长短短的东西 我们就可以到最后面 达到投资回报的目标 如果走出来 你完全不知道投资场 在哪里买上 买下人买你又买 这只在上 那这就变成了 后果只是一个悲惨的后果 投资计划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用631 普通的基金安排 六成股票 三成债券 一成现金 甚至乎每人都可以有这些不同的安排 不动产又如何处理 长线短线的资产又如何分配 估计投资循环 到底我们现在准备 经济衰退的时候 是否开始买债券 黄金会不会因为美元回落的时候就做好 这些不动产股票基金 到底是如何分配 我们其实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安排在里面 越懂得多的时候 你就可以灵活地运用 不懂的时候就千万不要做 适当的时候用杠杆去增加投资的金额 有时短期交易会如何对总资产的影响 有时突发性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用期货去做对冲呢? 这些都会在我们新的Patreon 基本会员级别里面 我们会开始由2023年8月 就会有更多的考虑在里面 退休计划 大家估计一下寿命年数现在去到80、90、100 不知道有 由工作里面累积了的钱 然后投资有一个回报 一直将资产增加 每年需要用多少钱 你可以计算到 退休前需要工作的年数 当大家估计65岁退休的时候 你就会估计65岁之后有什么钱在准备 你也可以自己继续 如下的人生可以继续用的钱 甚至把那些钱给下一代 如果你想财务自由变化的时候 就要计算最简单最下底的那一行 每年只出多少 再除一条数 就等于你可以多少年的财务自由 那里有一些很简单的损失 可以计算得到的 这些不学习的时候 大家不会知道的 我们最重要的其中一个在课程里面的部分 就是如何去优化投资组合的配置 我们用技术分析 设计我们的投资目标 评估刚才我们已经想过一些风险回报 预测周期的循环 找回一些适当的资产里面 什么时候应该做债券 经济衰退的时候债券 是不是用长债什么时候做五年 也有很多不同的考虑来的 决定什么时候做多些股票 什么时候做多些债券的时候 也有些学问在里面 定期去审阅到底比重 各样东西 怎样长短 怎样做高增长 什么时候做价值股呢? 我们也有很多计算在里面去考虑的 到最后我们当然也可以做到一些很简单的 就像这里有四种不同的投资组合 每年的回报有多少 你是很保守用左手边的 很进取20岁刚刚毕业的 那你就可以做到全部高风险的事 我们到最后也有一个最大的目标 就是最下跌的一行 成就一个资产的增值 当然要知道风险有多大了 年轻的同学我会预计 风险可以越承受得越高 如果要我挑选重要的课程部分 风险管理是我最着重的内容 我认为接着那几年 投资环境非常复杂 没有做好风险管理 可能会出现很多的意外 一定不会是准备退休的人 希望遇到的 财富管理工作坊的特点 我们总共有五堂共12个小时的 上课视频给同学去学习的 同学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 可以有弹性地一个星期做一堂 或者有空的时候做两堂就可以了 选择这些有弹性地学习基本的知识 另外我们提供免费的Discord讨论群组 在课程期间 同学大家可以互相交换心得 或者提出任何问题的时候 我都会尽量作答的 另外我们也有三堂 每一堂各有一个小时的Zoom的网课 可以解答同学个别理财的问题 在盈光幕上就更容易解答 去做一些实践的 另外这三堂的网课也会提供录影视频 方便在海外的同学去报读 上课的形式就像我们刚才那样 用POWERPOINT材料 列下一些主要的要点 然后逐个简短解释 让同学可以掌握到财富管理 和退休计划的知识 就不需要再靠其他人了 有兴趣的话 去这个QR Code看看课程资料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